明日前才明日,今晚的評判, 多大百強,一切。 明日的風格就是明書話, 批判人員,等批判人員。 化五點精,你沒有提到, 我覺得他有一點, 天生的藝人、斥子, 他越走越大, 明日後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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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再次收看 我們正港在地關店的餘婦評論 我們早上找到一個很高主席的 叫做廖峰德 今天又訪問一個有我們很高主席的 這個人是來自屏東縣 尤其是我們很多屏東鄉親 我的故鄉 那麼一個很激烈的人材 叫做廖峰德 今天來到我們現場 這個廖峰德聽說什麼魚在一起煮 帶來又開海鮮店 不錯 今天我們要問他 做一個館長應該有什麼樣的 煮魚的經驗 不然應該是要做什麼樣的 政治上的條件 不過我們要說廖峰德 之前來看我們的特派員 阿胖呢以為有所謂什麼 廢文沒有 我們來看看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一副評論超級特派員 阿胖 阿胖就說我就是阿胖 今天我們不知道這個 我們邀請到的特別來賓 叫做蘇家泉索家鑽 民國四十五年生 李行天秤座的人 平東人 在這個家是排行老妖 他的家庭是個大家庭 多大呢 他有九個兄弟姊妹 有生到一大股 與大哥相差差不多有十五歲 十五歲 這不是只有做兄弟 這可以做白嫂 然後大姐的兒子 只差他七歲而已 這實在 不能叫做華盛 一定可以做弟弟 他是國立海洋大學畢業的 讀的是海洋食品加工管理之類的科系 為什麼講 我們沒有這個看扁他的意思 之類不是我們說的 之類是他的秘書說的 因為他的秘書也搞不清他到底讀的是什麼系 可能那個系的名字太長了 所以他的秘書也只好說 海洋食品加工管理之類的科系 他很會煮魚 從小父親很愛有家 所以常常買魚給他吃 連割科都沒有份 只有他可以吃 今天漁夫評論 這個主持人是漁夫 請到來賓 又是煮魚的一個專家 這兩個人 一時天雷 會溝動地火 今天一定會沖沖滾 我們的蘇嘉全 有很多人都說他 蘇嘉全 立法委員哪有人長得像他這樣子的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因為一般的立法委員給人家的印象就是 比如說要詩詩文文的啦 飽讀詩書啦 像這個許天才啦 彭百賢啦 丁守中這樣子 讓人家感覺是專業立委 另一類的就是要長得這個脖子粗粗的啊 身材胖胖的啊 肚子大大的啊 一副那個才踏氣粗的樣子 像那個這個 這不能這樣 這個不能舉例子 沒用受理 但是蘇嘉全長得跟人家完全不一樣 180公分啊 哎呦你知道嗎 他犯署多好的呢 又黑又壯 這樣子的這個體格 說實在 當立法委員 真的有夠高射 應該去做多少嘛 不一定喔 這個這個更賺錢啊 是不是發展的會更好一點呢 還有他這個 跟他老婆認識喔 是這個 真的是一石天雷 勾動地火啦 為什麼呢 因為他跟他老婆 認識一個月就結婚了 真是有夠快啦 然後像是這個 一個月結婚之後 馬上又生了兩個女兒 所以啊 他常常自嘲的時候 他是住在女生宿舍 他就去那裡 好像已經一個女兒了 好 那他這個專長很多啦 他很會跳舞 很會唱歌 拿手的歌曲是這個 九百九十九朵玫瑰 又非常喜歡吃牛肉麵 啊 每次跟人家約會碰麵的時候 都是約在牛肉麵 那我請問你啊 你在這個 跟這個老婆約會的時候 你要跟他求婚的時候 是不是也約在這個 牛肉麵店喔 因為這個 這個氣氛喔 有很大的那個 很 那個牛騷味喔 是不是讓你感覺氣氛就比較好一點 啊你跟他求婚你是怎麼說的啊 欸 你是牛肉 我是麵 這個只有牛肉跟麵架在一起 才會煮出一個香噴噴的麵 才會煮成一個很好的一個家庭 欸老闆來請問我一個牛肉湯麵哈 牛肉多一點 是不是這樣子啊 哈哈 好 這一個提示 他的口頭禪是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啊 不不不 我的意思是說 他的口頭禪就是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等一下 這個訪問的時候 你一聽他講話 你就會知道啦 然後 杏子吉 每天上下班的交通工具是飛機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不是啊 我不是說他的口頭禪啦 我是說 我是說 他的上下班是 交通工具是飛機啦 為什麼呢 因為他每天這個 台北高雄台北高雄 要搬來搬去啦 所以他要坐飛機 喔這個比連戰還偉大 連戰只不過從 從這個行政院一直走 嘿嘿 走到這個一坪大廈 坐車子而已 喔他比你連戰比較偉大耶 好啦我們今天訪問到的一些 特別來賓喔 喔特別多喔 有詩明德 葉菊蘭 趙永青 盧秀醫 還有助理 鄭婉林 可能是做人比較壞 所以做人 很多人要問他 不是啦 不是啦 我是說做人太好啦 所以很多人要把他學了啦 我們來聽一大堆人 你把他學了 來 他覺得他比較多 有一些場合 我感覺說 是先天使然 他稍微有一些 林秀的氣質突然就造出來 他的意志力更健康啦 我們也知道說 他也沒失敗過 在整理這個路 他算是蠻周到的 他會考慮到一些細節的部分 普通人都說 男人都不理會比較強化 但是他大完結還減過 但是他有的座宅 細膩的地方他也有 他常常說 我們太太就很辛苦 休假 他一定要帶小孩 跟太太做回去度假 我覺得他還算是一個寬厚的人 他並不會去很苛求一些 滋圍末節的事情 一般人感覺他蠻凶悍的 問政那麼蠻尖銳的 不要說話大聲 還有吃派這樣 所以官員我知道都很怕他 那麼他人又長得黑黑的 那樣 好像有在想那個黑屏官 說那個形 蘇嘉全是一個很熱情的 很政治 非常認真的 而且非常肯學習的 我想是少壯派的台灣的政治家 他酒量非常好 多年來我跟他幾次喝酒 我都沒有看過他醉過 所以我認為他 應該說是明日之星 他已經是今日之星了 當然他這顆星還會更閃爍 更放大 除了這些之外 我們的省部雄立委也說 這個蘇委員是民進黨的明日之星 更是國家未來發展的重要幹部 有創造力 有爆發力 咦 怎麼會說他有爆發力 這個爆發力要好好解釋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的這個屏東 也經常很有爆發力 爆發這個政太極的命案 爆發這個縣長的貪賭弊案 這個都是爆發力 非常有爆發力 那我們蘇委員的爆發力 不知道是在哪裡 等一下是不是 在節目中也跟我們解釋一下 那阿輝哥說 阿輝哥是誰啊 秋連輝 我還以為是李登輝 秋連輝說 這個蘇嘉全立委是他的好同志 好同志喔 不要把 這句話怪怪的捏 同志的意思有兩個 一個是在那邊 那邊的同志是說 這個共產黨 只要你是黨我是黨 那我們彼此間是同事 那我們這裡的人說同志 就有點這個曖昧關係 這個可能是他這個不太用詞不當 我們當作沒事情 好同志 對啦 他是好同志 才德兼備 人格操守非常高的人 更具有林故障的 林故障的理想 我們現在屏東縣長候選人 唉唷 用這個形容詞 真是太美了 林故障 這樣我們黨是理想牌的 算你絕對的 還有一個是這個 蘇貞昌立委說 國民黨把屏東縣 是從黑珍珠的故鄉 變成黑道的故鄉 讓屏東人 民主都掛不住 所以啊 我們這個屏東縣長 就要選蘇就要選 台北縣長 就要選這個蘇貞昌 雙蘇 兩個姓蘇的立委 都當上縣長的話 對五連筆 這樣一前進到富貴角 台南 台灣人要出頭 就要對台灣 買拚到台灣頭 這樣中文 中文就扭了國民黨 好啦開玩笑 我們把現場交換給宜負先生 OK我們非常謝謝阿炮 我們這個首歌 目前一定在我們貴賓室等待了 我們馬上來請他出來 來 好來 來 開這裡 來 開這裡 好來 先把我們屏東鄉圈寫他露一下 是 好來 我們就換我們的首位 先坐一下之後呢 馬上呢 我們就進行反彈 不過你對你有任何問題 可以傳真 傳真是753-0912 753-0912 來 謝謝阿炮 謝謝阿炮 OK 歡迎再度回到 今天我們駕駛在地的館店 漁夫評論 今天我們非常高興 我們邀請到了準備參選屏東縣長的蘇嘉全 蘇維媛你好 漁夫 各位我們全國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來 尤其是我們屏東鄉親大家好 是 是 屏東鄉親大家好 我們兩個都屏東人 是啦 漁夫說我中山館長要做蘇維媛長 拜託拜託 這個事情一定要拜託 是是是 我說應該要做副館長 沒有蘇維媛長就可以了 我來關我蘇維媛就好了 是是 蘇維媛那邊 蘇維媛 你說到蘇維媛的時候 是 這個蘇維媛 不像我們蘇維媛 我們整個屏東 發生一個很大的事件 就是我們九代同堂 是是 差不多了啦 過去是三代 現在一代再一代 這人口越來越多變九代同堂 大家不知道在說什麼 在說就是這個館長也是代理的 這個館長現在也要變代理 是是 市長 屏東市長也要代理 還有鄉頂長三個都要代理 所以但是九代同堂 是 我們一個黑珍珠的故鄉 變成一個黑道的故鄉 說起來實在是 是 你在那個屏東看清楚了 到底是怎麼跟我們屏東 會變成這樣 實在說過期 屏東是一個非常漂亮 我想怡夫你小人在那裡大 是啊 有山有海 他的行春半島是 我看是全台灣最漂亮的地方 是啊 我們去世界又說 如果看到像行春半島這麼漂亮 我想這個觀光客一定這麼多 對啊 一邊是有山一邊有海 你在山上大就能看到海 是 但是過去都自己去選 是 八成很幸福 過去政治的傳統也很好 政治的傳統也很好 但是三年前 因為 開始李定輝總統 寄到屏東和國民黨的候選人 搭橫抗保證 這是國民黨裡面最優秀的 超秀最好的 所以他們推薦 對屏東來選屏東館的館長 就是有一個叫做五十塊的人 當時蘇貞昌是民進黨 他是當時的現任屏東館長 那麼蘇貞昌在那裡 我想 不要說屏東人 和北冠市的人 大家都學會 不要說北冠市的學會 和省政府 他們在考核 踏省色 也全國的英明 不知道這個政治 聽說李定輝有穩穩 說在蘇貞昌做省議員的時候 接順李定輝當省主席 都讓他下不了台 所以他這次換 要讓蘇貞昌下不了台 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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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在那裡 跟大衣服做大衣服 在那裡 提供到我用金書法 調查局 還要讓民主席 還要說蘇貞昌什麽社羁 什麽一瓶酒頭百五萬 什麽炒地皮 當然到那裡 這節目都沒有 是啊 你一直在我營運 還有在結順這個事情 是 不過 你等一下 你跟李定輝有完事嗎 到時候他還要 他還要 李定輝還要大衣服 大衣服 大衣服 冰凍的人就不會相信了 不會相信了 他保證的人 如果不是冠 就沒辦法打死 他現在都不能去保證了 現在他要保證 地方的學生 因為我看郭冰凍也不敢去 所以在那裡前行之下 我想 開始 郭冰凍 拿到冰凍的關鍵 縱容 開始縱容 縱容 縱容 在冰凍發展 不但縱容 而且 又 又有在搞結 所以當時的地態結 做議定的時候 冰凍人 實在說 大家感怒不感言 冰凍的管議員 也是感怒不感言 甚至 你如果在議會 發言 議長 如果不敢聽 他叫議米 議長石裡面 幫你爭 幫你爭 幫你爬 絕對是絕對 這冰凍人大家都知道 甚至 他 你說要叫 你去報警 警員也不敢對他 他叫 警察局長 叫分局長 來議會發行 是 甚至還有傳言人說 阿爸就分局長 當面給巴掛 不過這是這樣啦 我們這個冰凍人 不要洩氣 是 我們的議長是黑道的 不過我們的議長 總是 比高峰 官的議長更好 我們的議長是台師人 我們的議長是都用台師 是啦 所以冰凍就是因為這樣 開始在那裡 好 差不多 大家對這個 這個 官議會的英雄 包括在那裡 穿雞 也是很煩惱 抵觸到 民眾的政治 變得更亂 所以你說這點就是這樣 我為什麼要做 拉比鄉長呢 因為我們在拉比過去 是這個海傘最出名 是 第二點就是黑金主 是 第三點就變黑青 所以 拉比剛才海警 很多人可以招呼 是 不過我們的問題是 倉在我們的信箱裡面 我們現在準備要來開信箱 來 來 五肉麵一碗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所謂完勝 要吃的是這個 五肉麵 不過聽說只有五肉麵就好了 你是沒有 你去到很好 炮的也沒關係 什麼 炮的是將就啦 將就啦 但是你這個辣味不 有嚇的啦 絕對要吃嚇的 是 是 你還聽說你全台北市 吃到全台灣的五肉麵 都知道 差不多 我到每一個餐廳 我一定問說 對這間的五肉麵最好吃 台北市 我也吃幾六間 像今天我 雞的一間口味也很好 在這個 全民健保局 信義路 的行程裡面 這間五肉麵也很好吃 行程路邊 這我都是常客 要吃肉麵 去齁 就像剛才阿泡特派人說的 這個麵比較大碗 有肉比較多 錢算比較小 是 為什麼要送你一罐這個 你知道嗎 送你一罐這個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送你火辣辣的一碗 一碗 火辣辣的一碗 今天特別要來問你 來 但是我們先看看你的這個 金泊東書 對你要選這個賓農館長 是 因為有一個期待 我們先來看看 來 都是一個農業縣 都是農民 他的老爸 他的親家 甚至我們很多 屏東的鄉親 都是很困難 希望他在這個屏東 維持屏東 還是一個農業縣的特質 來照顧這裡的農民 照顧我們這裡的鄉親 希望大家的時候 生活可以改善 如何的打擊步伐 那麼掃黑跟樹灘這一方面 我想屏東縣的民眾 可能應該是蠻期盼 整個政治的格局 能夠走向比較清新 比較連結的方向 將來當選長的時候 只要蘇委員秉持 現在問政的風格 以人民的利益 做最重要的考量 從來不去計較自己 得到什麼司機什麼 對 對 我們剛才在說 你希望 你期待你做這個館長的時候 可以把屏東的 黑的部分 一定要掃掉 是 不過我想起就是 你的新館的時候 你參選立法委員的時候 大家說你百倍 真館 所以那時候特別設計 你的Logo叫做 冰冷灰 是 什麼叫冰冷灰 冰冷灰的意思是什麼 冰冷灰是冰冷的灰 因為每一種東西都有 我們的植物都有灰 還有雅劑也有雅劑灰 所以冰冷它也會開灰 開灰 還要夾冰冷灰 就是我們在這裡 這個檳榔就是 對 那麼冰冷灰 它很清香 生來的人 我想很少人知道 對啦 說是我跟冰冷 來就是紅灰 什麼 我就是 檳榔西施 不是冰冷灰 冰冷灰 真的有灰濾 灰濾 灰濾濾 但是很清香 我正經在這邊的時候 那時候我 他有社會主義 就叫我送他這張冰冷 他要種到他門口 他就知道 冰冷灰很香 這冰冷灰 它的香跟一般的香不一樣 所以冰冷灰是代表 你看它的 冰冷的肢感很低 所以冰冷是代表正直 代表正直 一個做人要正直 像冰冷這樣就對了 像一隻一隻很正直 冰冷灰 它沒有先願 但是它會清香 所以正直 分方 本能 它是歷色的 所以逆情 所以那時候我 當時我用這個意思就是 我用這個做我第二次 選舉的這個 對 是一個選舉的標誌 代表正直 代表分方 也代表一個逆情 尤其是本能跟綠色的 跟民進黨也會溫和 所以這本能灰在 大家百歲都很清楚 尤其是正本能的人 大家在時 如果拼到這個香味 什麼煩惱都差不多放不掉了 所以你怕在本能的中間 實在說是一個很大的鄉修 是 這就是那個時候 它在選舉的時候 我偷偷說 來 照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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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他在選舉的時候 我偷偷把他倒用 哈哈哈哈 是 不過那時候是一個很成功的 我們也是希望 是 那時候如果是希望 這個家傳 你可以像那個評論會 這樣要政筆 要政筆 第二就是說 這個分方 我們不用去做秀嘛 就是我們為了 我們也是要放出自己 我們真的 清香 是 不過你開始 那是你做這次劉委以來 我們知道就是 跟你過去的形象 一定有很大的變化 我們知道在國台那時候 是 啊 家傳因為身體 實在是太用的 所以都讓他爬得好整 動作是 那時候 那時代你自己的感覺 反省過來是說 那時代為了 這個台灣 電腦要 跟別人爭 甚至你自己也有做文學的行律 說 現在國台就變成這樣 會這樣放退 是 那時候你自己回想起來 你覺得怎麼樣 我想那時候 這是一個改單 我們就要這樣來反映 是 其實如果那個改單 如果是到現在相同 我想我們也會用現在的角度來問政 但是那時候 十一位民進黨的國台 民對九百幾個 沒有改選的老代表 你 你講 他記載你講 你說三個三個也記載你 到標課的時候 八九百個這樣 大家拿開 你看看的 都是敵人沒有同志 只有十一位 所以 我們就用較勁力的方式 要求我們老代 是 初期用講的 用講的不聽 他還要跟我們講 那個老代表說 要跟我們講 當然我們會抵抗 但是那時候 當然 那時候的氣氛 國民黨 他就用 用警察 用軍隊 用憲兵 那裡面抓人 所以我差不多開六道會 剛才拿出五道 剛才想買了一年 第二次 國台進來 那時候我沒有幫你 我記得 有一個幫你 抓得很容易 是不是 那一道就是 黃椒那邊 那一道 因為我幫你抓自己在公車 抓在車上 抓台北市 讓大家坐公車 要錢 我坐公車不用錢 那抓在公車是怎樣 因為他用兩台公車 從來 底下帶的人 都在公車 再離開 那要國台就對了 有十一位民進黨 但是抓三個而已 剛才抓小燕 不只會跟我 那他們兩個一台 那我一台 那他們兩個那一台 我這台又一世 因為你比較大牆 他跟他繼續坐就對了 大家都會叫我失蹤 所以開始要求討人 然後再去翻桌 那你學到哪裡 學到建國北路都走去民進黨 中東部 都走去 從建國北路 建國北路才開始放下去 那時候民進黨中東部 又再去結國北路 不過你到立法院那時候 你早上也是 我也是看著說 你也是有人收拔 譬如說 曾有權 我沒有跟曾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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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鎮榮 曾鎮榮 我有曾鎮榮 我有曾鎮榮 是 那是為了和事 反和事 副議案 但是 我是感覺 那個收拔是真的沒有意義 是 那是以前當手 因為 站在民進黨的立場 我們是建國反對 這個和事 那麼 在那個 正行之下 無論是八世 無論是黨團 還是黨中央 都要求我們 就要極力 來組織 這個 這個 和事 會議案的進行 我們黨團都說我比較大 就要站頭前 那頭前就要用木 但是 那天我是 都沒有防備 我是感覺 那個正行之下 應該不是 黨腳手的時 大家 有政策 有政策 有立場 但是不是黨腳手的時 但是 陳委員 他先打發 他先打發 所以我一定要回手 所以你一定要回手 我一定要回手 我感覺 事可殺 不可入 其實我是一直想說 我也覺得說 現在的文章 不應該是黨腳手 對啦 那有辦法 用文章的方式來標示 不然這是我們 屏東小孩的 這個 比較正直一部分 我們就是說 要爭取的爭取 到底 不過我以前還知道 你在國台時 你小牌時 你小警察打 你晚上中央打警察 有啦 是 看我早打 我早打 她是警官學校畢業的 那時候我們積聖結婚 還沒有民進黨 還沒有民進黨 我順便問 你如果知道 我是民進黨黨員 民進黨成立 你要叫嗎 她說那時候的師匠 沒有啦 這時候的師匠沒有啦 怎麼說 有變法 有變法 他開始的時候 他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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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對我們太太 當時在反對運動 搖家文 他沒有九千億 他都模擬 他們要怎麼修正 你們看學校 警察叫都這樣 我太太都扮演 周青玉的角色 他們其他人進行修正 這樣 所以 你們太太那時候 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還沒辦法進行 是 因為政府的警察 教育就是這樣 是啦 不過你是怎麼回事 你紀念那時候 一定繼續反對 那時候阿伯 我跟他學生的時候阿伯 那時候我大學畢業 大學畢業的時候 但是我最初的感情 比較不分黨派 我們就看 我現在把他帶他 變成國外民進黨 民進黨 吸收一個力量 他現在去 他去他上班的地方 他會跟他的董事說 誒 我人家知道 他學生的時候 就沒想到 他會感受 因為那時候 我就跟學生的時候 他們有董事 結果後 跟學生的時候 他們都在董事 他們經常董事 他感覺說 人人都很好啊 嘲笑也很好啊 台人也很好啊 他說 他跟他 老高官跟他講的不一樣 所以 他會去講他的董事 我現在覺得 現在是一個假名 不過你 你太太的時候 有幾個傳聞 第一個傳聞 聽說是這個 我們這個首委員 那個時候 那時候不是首委員 那時候是普通的 一般人 三班族 結果你們 塞車由於 創紅燈 給他殺到 才用創紅燈的方式 你是故意創紅燈 那裡 還是創紅燈 給我殺到才發起來 我學生的其實 其實是很偶然 比如說 他在執勤 我覺得這組音不錯 所以 要用車給他弄 沒有啦 不是啦 這弄下去了 那裡就沒收太太 當然 這都要借做機會 那就 開始 創紅燈 沒有啦 那時候其實是 紅燈月線 他就來 間隔而已 所以你是故意 故意要創紅燈 要運氣過來 這意圖 意圖創紅燈 不是創紅燈 那叫我們政府去 去做賣 我們政府也是 警官學校畢業 他在董事 這個創紅燈之後 他又來開燈 你們政府怎麼還會做民燈 搞不懂 我都知道這個 我都知道這個 有什麼名字 因為簽名 喔 那有這部的喔 那些人都會簽名 簽名 就叫他去廖街公司 對一個潘之獸 他剛才 他路警隊的隊長 他路警隊的隊長 所以 太好了 因為那時候 你的股閃在屏洞最大 是 這樣也起來 是啦 成本這樣啦 成本這樣 不過成本這樣 我們所知道的 就是這個家傳 其實就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交女朋友的經驗 是啦 聽說呢 還用一部 這部很奇怪 有這個火鍋部 火鍋部 什麼火鍋部 我們先來聽傳證 休閑一下 馬上回來 謝謝 OK 歡迎再次回到我們 這部在地的館店 余副評論 我們今天很歡迎 我們邀請到的是 我們的蘇家傳委員 他準備要來選 屏洞館的館長 不過這裡有人傳證說 蘇委員你怎麼會 皮膚這麼黑 你是不是有拍過 黑麵菜 楊桃汁 不是屏洞人可能比較黑 其實我也很黑 來 另外一個 這個朋友呢 他表示 這是華蓮Facts 他說 他表示幫你支持 不過呢 他說呢 為什麼昨天晚上 廖豐德先生 沒有傳證 因為昨天是錄影的 今天是現場的 好 來 不過 我們覺得 林太太你用這個火鍋一部 你這部層 沒什麼部層 用火鍋 什麼火鍋部 因為我食材的時候 剛才是冬天 當天 我老闆 我老闆 我姊姊和我姊姊 搖牆 他去他們家吃飯 老闆 都叫他自動搖牆 我又隨後兒子 不是我搖牆 少年少年吃一禮拜的火鍋 冬天 冬天 冬天吃火鍋 冬天吃火鍋 不知道怎麼辦 我老闆 像這樣 人家說 這可能是火鍋 像這樣 他 所以我食材一個月 這個 定分 過了結婚 差不多要吃十幾檔的火鍋 對 結婚那一天 請所有的親戚朋友也是請火鍋 沒有啦 有一樓火鍋沒有不對 沒有 一樓火鍋 不是什麼火鍋 沒有啦 所以 這個更好玩的在後面 就是我們太太的兄哥 像這樣我教他做火鍋 現在是高雄市最有名的火鍋 那個大筆 有沒有 陳青露 他的生理 現在都非常好 那就是我教他做火鍋 那就是 架材的心境 這個蘇維媛實在是很孤雞 連這個太太還可以開的火鍋店 就要電視在訪問的時候 順便把他選團一下 我再來 我再來 蘇維媛的太太長得很像誰 大家想看 我跟妳說像羅碧玲 今天好像羅碧玲 很漂亮 不過我們現在有一個工作回來 目前就是台灣 你這件出選的黨 來選到這個辯論館長 在這個地方上 哪有 跟你的董事 是啦 這個民進黨的董事 就是區埔裡面 生意願 那麼你們兩個期間 在這件的選舉之後 你以兩杯的票數來贏他 但是對他來說 他覺得說是 那些東西有很多黑含和流言來相害 這是不是你做的事情 我相信黑含應該是沒有啦 是 因為選舉頭到尾都應該是沒有黑含 如果我了解 是 因為黑含應該大家都想得對 但是流言 這個東西我相信是難免啦 流言 當然 是真是假 我也沒有資料去了解 但是我是覺得說我們兩個儲選的過程 畢竟都會平和 兩個候選人沒有最強攻擊 那些流言是八成 是選民 他們在那裡去抓 他們在平定 什麼人好什麼 我相信這是難免啦 選議局都是難免這樣 但是這個 我是要對他 副省議員標示一個見譜 就是說我們兩個 競選的過程 他也沒有攻擊我 我也沒有攻擊他 我們就用過期的表現 讓當晚去選頂 什麼人代表民進黨來選 勝選比較大 用這個角度而已 不過這個 我們知道就是 民進黨如果經過這個策選 都會很嚴重 就是 不管是怎麼 大家有選過一個策選 之後 變成有選舉就有應援 有應援就有輸命 那麼 這個情形之後 是不是你還有法度去 人家說我們屏東先生 有所謂的秋席 和這個蘇席 你要怎麼去整合 希望全黨 大家一起來收聽一聽 你在選這個屏東館的管理 你有沒有覺得 我想這個派在民進黨裡面 這也很正常 那麼要以兩邊的競爭 當時最極力 應該是淡水變成極重 所以在選舉以前 在初選以前 包括副省議員也好 包括我本人也好 我們那時候在廣東部 大家就有簽一張 這個保證書就對了 什麼人如果中選 初選通過 是 下選那個 要親像當時的夏中町 這樣來支持燃水變 那個情形 來給最棒的 不過這是要吃一種 夏中町 那種層次的人才有法度 我想喔 人的政治 政治都應該要提升 我也是該運忙 包括我家庭 包括我的對手副省議員 我都要提升 因為第一次競爭 他輸了他就退算 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沒有 第二次競爭的民意調查 那麼 佛上中甘的空間 就會比較沒有 那麼這時間 如果越長 應該佛上這個 這個劫目會越多 那麼 我也可以透過很多時間 來尋求他的支持 就是啦 我想 他過去政治的力量到進來 應該 他也不至於說 就在決算 怎麼跟我報告 因為我們共同的店員 不是街地 不是街地 當然的人 我們共同的店員 是國民黨 因為國民黨在屏東做這麼差 我們是要怎麼 換民進黨來執政 將過去屏東的尊嚴 將歐島 貪污 給外界 有這個英雄的屏東館 徹底來改變 所以我想他也有這個屏東 我也有這個屏東 屏東這次的館長 如果輸 實在說不是我一個職業 是所有民進黨在屏東館 所有東館的職業 是 這是很簡單的 也有道理 我想郭先生議員 他的地位應該去做選項 不過現在 一方面就是說 我們知道就是 現在慢慢來 這個選舉就到了 當然有一些留言出來 是 大家希望說 你這個店員 都可以跟你分化 是 所以另外一方面 我們會說是 你和蘇貞昌裡面有一些心感 那有這個事情 我跟蘇貞昌 應該是 都沒有心感 他如果有心感 他不會 例如說 立法委員 如果我跟屏東繼續選 那時候 就有意思 叫我來接管長的幫 其實蘇貞昌 管長 他在省長 他擔任副省長的候選人 我那時候做省長的一片總幹事 我就跟他有接觸 那時候 他在屏東跟他的公主 包括做選議員 蘇貞昌南國台 大家的面前 就公開要求 我 就要去準備 要選管長的選舉 那時候他就這樣說 所以這次 其實蘇貞昌剛才的屏東 我們都準備 為什麼你的記者會 他沒有去參加 沒有 記者會是要定期的前一天 是 他也在台北要定期 哪有說 他前一天 看著我屏東 阿伯我記者會 又看著他 實際上他屏東 他在台北的感染 比我屏東是感染幾六倍 這是怎麼說良心的 感染幾六倍 那麼他 當時他有給我發一張 發一張聲明 對 五男兵 要拚到富貴界 要求屏東 鄉親可以支持 我來選管長 實際上我也很感動 那麼屏東 都會說一個 包括蘇明南國台 這當時我都做會打拚 做客人生議員 因為書海 律師 寧廟宣國台 張家民國台 大家都配合 跟副聯會 立委 但是另外一方面 就是說 你本身是這個佛理國 派黑的總幹事 是 你在佛理國裡面 扮演一個很重要的 靈度的角色 其他的派黑 幫你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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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 在屏東 其實過期到屏東 屏東的派的食材 比較沒那麼明顯 就有人比較有傳言 說什麼 區域跟蘇明南 這是巧合 大家剛好 有蘇金 我蘇家傳 叫蘇明南 這邊就是 區連會 區主權 所以我選立委 區連會 蘇明南 選國台下 區主權 大家像這樣說 蘇貝的一支 都你蘇貝 蘇貝的 算是還沒意思 我們還有一個 魚夫跟肉鬚 好來 我們真是沒有了解 蘇家傳的心情 聽說他很欠 欠了什麼 欠了什麼聽不到 我們來看他的朋友 怎麼說 來 海產店吃飯 我都很高興 都吃吃吃 我開始說 你這麼熱情招待 後來才知道 原來他那 他也是 他們公給那間海產店的 證明 你說 用最低的價 的代價 用最熱情的招待 還是會讓他的好朋友 覺得非常噩心 委員是一個很節儉的人 然後 我記得有一次 這是我聽說 他有一次穿了一雙皮鞋 然後那個皮鞋 已經都開口笑 他還是在穿 然後反正他也不 不拘小節 所以他無所謂 然後被另外一個委員 看到另外一個就指出 你的皮鞋已經開口笑了 然後他就說 這樣子 然後就把皮鞋踩踩踢踢 又合起來 然後那個委員就很驚訝 說 哇 你這鞋是全自動的 人騎到這樣 還要請人家東主席去吃飯 還請海山店用公雞 不過要欠的是一個美貼 我們老實說 這是我們這個 政客人應該要有的 尤其是民進黨 對 我們除了這個 衛鋒一瓦 我們都沒有 我們也不去包工廳 也不去做其他 這個 非法的事情 所以我們的收據總是悠寒 我是覺得 客人家的貨賃也很大 你如果沒有欠 誰會說沒有債 我做你的薪水就不夠 是 不過你還開這個海山店 聽說你對這個 煮魚很來行 最主要這個海山店 不是說 因為 是那個 剛才我服務所的鯨鯨 鯨鯨 做鯨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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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叫做 結果 我又要去吃過 你又要吃過 你又要吃過 結果 我又要簽簽 我又要簽到 現在也是怪問 其實生理不太好做 生理不太好做 不過我聽你說很多主義 到底是怎樣 因為我 我本身小人 我都喜歡吃魚 所以 我雖然不是住在海山 但是可以說 我 我都喜歡吃魚 對 我們家的人都沒有人跟我 跟小錢的魚 是 因為你 太小了 什麼人小錢 我爸爸跟媽媽 我爸爸以前很痛 所以我喜歡吃魚 我都吃魚 那兩顆肉粥 我祖竟然現在也要吃肉粥 這都遺傳 所以我對魚 我有偏愛 我不會愛吃肉 我愛吃魚 所以我對魚的煮法 我也不只要有心得 所以我那時候 我肯定比喻 我就立志要割海洋台荷 就是這樣 是因為總來要去海洋台荷 賣魚 後來賣魚 後來賣魚 我賣魚 所以我對魚 很來 所以魚 它 譬如說 什麼料 如何 什麼料 會相成 譬如說 我們蜥蜥為什麼要割一片薄薄的鹽 為什麼 是 鳳梨為什麼要割一片薄薄的鹽 為什麼 因為這是相成作用 蜥蜥你如果割薄薄的鹽 你會感覺蜥蜥特別甜 因為這個鹽 它有鹽的感覺 這裡還有甜的感覺 它感覺 糖分和鹽 他們的化作用會讓你感覺會甜 所以這個東西 以前我有惡過 所以煮魚 一種魚我也可以煮過 什麼魚煮味道 什麼魚煮薄 什麼魚煮薄 什麼魚煮蒜頭 我都很來行 煮豆醬 我都很來行 兩天你調魚我來煮 好 沒問題 不過治國 若噴小鮮 這是空主說的 是 煎魚煎煎煎煎 不能一直煎一邊 對 所以要拌 這就是為什麼要拌國民黨的關係 是啊 來 阿炮還有你的最新的消息 我們來看阿炮來說什麼 來 我們了解到這個蘇嘉全委員 在這個政治上說實在 不能說是完全拼不清雲 但是到目前為止成就也相當的不錯 除了做國民代表立法委員 現在又要競選這個縣長 那其實我們調查的結果 其實蘇嘉全一開始這個學校剛畢業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頭路 你知道嗎 沒有頭路沒有人家 又在家人 把家人拿錢 過日子 是怎麼到最後 說會來做政治 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因為當初 其實他們蘇嘉這個家族 其實一開始不是要推蘇嘉全 是要推他哥哥 但是因為他哥哥完全沒有這個興趣 就落跑了 最後不得已之後 一直排排排排到最後老邀不能再跑 所以只好他上來 結果一舉就中了 這個這個心路歷程 是不是也跟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你學的是海洋管理 你學的 學主義的 不是學主義 學這個海洋食品 什麼管理之類的學習的嘛 怎麼會最後會對這個政治有興趣呢 好 我們來現場就來余福先生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不過你是第一道選管理官的時 也是失敗啦 那時是我差八十票 不過你是很堅忍啦 可以再拚到那個 你後來就一定要我拚就對了 不要再拚到那些國台了啦 不過我們這個所委員的師匯 如果這個前期真理還要 他確定還有一套他的政治天下 要來跟大家說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OK 歡迎再次回到我們這裡 在地的館店 漁夫評論 我們今天真的歡迎 蘇嘉全委員 他剛才跟他說煮魚 煮魚 就是煮的就是要拚就對了 你還有什麼煮魚的哲學 你幫你煮這麼多魚 我感覺喔 這個魚就要刺 魚就沒有什麼鐵鍋 只刺 魚探刺 魚探條 要創味塑膏 在你清夜時 適合做冰凍 官長來講一下 這不正在的選項都一樣 是 你也要選一個 沒有腐化 沒有腐敗的啦 魚如果壞去腐敗去 這魚就不好吃 你如果吃 他做 肉有彈性 或是酒很清 這魚就是好魚 就煮出來 怎麼煮都很好吃 政治應該也是這樣 是 所以我們這個嘉全 這幾年來的紀官 沒有聽過你有什麼 緋聞啊 沒有聽過有什麼 貪錢啊 什麼都沒有做那個 喜歡你 你說你這麼高牆大閃 沒有做的怎麼打電話 跟妳說 跟妳掩目一下 我 最大的遺憾就是 沒有小姐打電話 向我情恕愛慕 都沒有辦法 因為可能我太害怕 在電視上面 這鋼頭太嚴肅 所以我們太太常常跟我說 我在電視要 要拍照一下 要拍照一下 我說我拍不出來 你跟官員拍照一下 這要怎麼拍照 所以拍不出來 所以實在說 可能我比較黑 在電視也比較壞 車頭也比較大 所以一般實在說 走音都退避三色 退附三色 都不敢來接君 不可然說實在 即使像蘇貞昌這樣行 那麼在這個選舉的時候 我們也叫人全面的抹黑嘛 就是 所以你只要選這個平常管長 你自己有這個心理的準備嗎 我相信 沒有黑的文化 這是一個普通的文化 是 所謂中 雖然當時被沒有黑 但是遭遇 裁出法律的行動 也有透過功德 但是逼近當時他就選 對 所以我是覺得八世 八世 是一個最好的菜牌 但是真身殺人 真身殺人 就是說第一次 人家說你老婆說你老婆說 你老婆說你老婆說 是真身是一個好主 是啊 他老婆不相信 第二天我們再來 他冠心冠意 第三天我們再來說 他老婆相信 所以 當然沒有黑這個文化 是 如果沒有改 即使人都被騙了 我相信 國民黨 在女隊也一定會沒有黑 對 對民隊的母黑 當然 我們也有我們的一套做法 是 譬如說 尖對 青年的部分 我們也有我們的一套做法 是 包括 財產全民的公佈 來信託公司全民比信託 是 這個東西 可以整齊在改革的千變 對 如果你們台灣的調查 叫吳孔不入 高資本五千塊 就要去 館廟裡面做 尤其是民進黨 我相信他們都感動得很嚴重 是 那麼 面對 這樣的政治 我們也願意將 我們所有 攤開在太陽底下 嗯 嗯 不但就這樣 我們也願意 現在 強制信託還要通過 是 我們也願意將我們的財產 當中選了 我們率先來強制信託 是 讓會計師來管理我們的財產 讓他知道我們到底是怎麼 來抵立這個環境 我想 我們可以用各種方式來處理 那麼相關的方式 就是 像當時蘇晋聰 就有五塊圓 蓋媽祖廟 大家來取材 我會去看你有財產過 未來 你要怎麼看 不可以財產 大家都可以來 所以我相信我們 有我們的做法 但是我還是覺得說 選民當中 你對 你對政黨的認識 和候選人的認識 應該是在那個時候 要怎麼發揮 不可以繼續 黑金下去 這是很大的問題 當然 但是你剛才說 信託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簡單的方法 不用去照顧 不用去信託 就是錢 我這裡就好了 不可 不可 你又是朋友 你這裡 才算健康 齊齊 幫我們兩個相通 來 我們還知道 你的董主席 跟羅秀的委員 這裡有一些期待 我們再說 來 我覺得你應該多笑一點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 你不笑的時候 看起來好像很兇 那我們都知道 其實你並不是那麼兇狠的人 所以如果能夠多笑一點的話 會比較好 蘇家謙委員 我預祝你 馬到成功 當選屏東縣長 為縣民號好來做服務 那麼我自己不選 但我希望你能夠選上 一展抱負 不過在這裡有一點建議 我認為說 這個做一個縣長 就是要玩玩 那麼要廣接善言 要各方面票都能支持你 你才能有機會當選 所以親和力很要緊 那麼有些小事情 不要去計較 小毛病不要去挑剔 圓榮一點 我假設你新鐵電比較用 沒有你們太太的事 我常常看你說 怕我給他撕圓榮 所以盲心再打拚 要用一些精神 來把身體練好一下 你如果這樣 我對你最大的 會勇猛 對啊 不是只要用他來撕他撕去 是啊 所以 我們老的壁都按摩摩 都按摩摩 好來 不過現在這個館長要選舉 我們知道就是對手 國民黨有可能是一個 很可能是曾詠泉嘛 是啊 是啊 目前你認為這個館長 我們這個館長 沒有最重要的是 要認識是什麼 怎麼 讓我們的醫療不用酒袋同袋 又在黑賊 又在黑珍珠 我想 庫磊委說一句話很好 一個行政修長跟民意代表 其實不一樣 行政修長是說 有一句話說 要有是零 零 零...不是 零故障 零故障 沒有勞 returned 但這不是孝悅 大家只幫助 包括 我們作劇所這時候 怎麼笑 說 Fair iquem 但是我是覺得說 屏東館 今天怎會怎樣 給屏東人的信心 和祖尊尊嚴 重新 給你取得出 這製造 因為這三年 屏東人的去處都有為笑 屏東慢慢的 在台北市街營車給人家掛下來,高峰市街營車也給人家掛下來 其實你對來賓棟來賓棟人沒水準,我不想知道,就讓人家掛下來 所以賓棟人,我感覺現在,大家也是很鬱鬱 我也很鬱鬱,我也在車點買賓棟司機幫我照 你們賓棟,你們是在做什麼,你們管長、議長、大行都沒有,都是代理的 所以賓棟,我覺得要安排有一個新的管政務,一個叫新政務 賓棟新政務,我想這個運動要推動 賓棟新政務的運動,就是都存在,一個環境最漂亮對環保有中心的政府 所以其實我,我一直在對這個整個關政的貪污,我有很大的看法就是 這是應該的啦,不過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有機會再好好說 我們要直接預祝我們家探可以成功 到時候,後來明天的感情時間,大家再會,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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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